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事情都喜欢强出头 在别人面前永远不甘示弱 他们看起来很强大 实则不堪一击 诗人选来说 潜水是喧哗的 深水是沉默的 潜水用喧哗显示自己的存在 而深潭静默沉着 低调诗人 人何尝不是如此 蹦得最高 叫得最小 诗诗出头的 一般都不是有实力的人 真正厉害的人 往往不动声色 善于示弱手镯 今天颜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懂得这样示弱的人 多半是高手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 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 因你们而精彩 从前有一只狮子 受到一只小老鼠的挑衅 可是任凭老鼠 怎么激怒狮子 对方还是不为所动 别的动物纷纷询问狮子 你不是百兽之王吗 怕它做什么 狮子回答 如果我对它发怒 就会背负和老鼠计较的骂名 而这只老鼠 却会获得挑战百兽之王的殊荣 强者懂得示弱 弱者才喜欢逞强 示弱是一种智慧 王阳明不只是一位思想家 也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军事将领 他在《陈言编误书》中 阐述了自己的不用兵计较 将予取之 必顾与之 或捐去牛马而尾逃 或掩溺惊汉以示弱 或诈溃而埋伏 或前军而请和 是皆诱我以利也 这四句话 又被称作王阳明的示弱似绝 这正是王阳明兵法的精髓 遇到过于强大的对手 硬碰硬不是下下策 聪明人要么假装逃跑 要么假意示弱 暗中积蓄兵力 要么佯装战败 悄悄射服 要么隐藏实力 假装讲和 这种战术看似简单 却能用最低的成本 换取最大的胜利 无论是面对凶残的宁王 才是无恶不作的汉匪 示弱都是王阳明的绝招 王阳明说 信而从之 则坠起记忆 当年的宁王误认为 王阳明很弱 结果被王阳明一把火 葬送了整个军队 汉匪们认为 王阳明很弱 结果半夜 王阳明就率军偷营 匪军伤亡惨重 谁笑到最后 谁就笑得最好 一时的狼狈 是为了最终的胜利 我们身边那些 稍微受到冒犯 就会发怒的人 也总是被怒火控制 最终一事无成 被怒火填满的大脑 终将无法思考 因此 聪明人 总能凭借 示弱的智慧 纵横百合 去年有一次 我有幸参加了一场 自媒体作者见面会 见面会场 十分热闹 聚满了来自 各个地方的 新媒体从业者 大家积极地 做自我介绍 针对新媒体行业的发展 各输己见 当时我注意到 我的对面 坐着一位 年纪偏大的先生 看起来温文尔雅 整场见面会下来 他都在认真地 倾听别人的发言 时不时地 在本子上 记录着重点 每当听到自己 不太理解的地方 他都会诚恳地提问 哪怕对方 比自己小很多 他也谦逊地 称呼别人为老师 见面会结束之后 我才从别人口中知道 原来这位低调 要好学的先生 是当地一家知名 杂志的主编 已经出版过 两本有名的著作 那一刻 我不禁有些佩服 生活中很多人 不喜欢暴露自己的无知 因此 对于自己不理解的东西 要么假装 漠不关心 要么不懂装懂 可是真正厉害的人 反倒不害怕 向别人示弱 因为他们心中有秋贺 眼里藏山河 很认同这样一句话 示弱不是软弱 只是强者 隐藏实力的表现 真正优秀的人 愿意藏风手镯 放低自己的姿态 示弱 是一种格局 汪阳明 平定宁王之乱后 朝中不乏奸臣 嫉妒他的功劳 宦官们 更是妄图战功 怂恨乖 乖利贪玩的武宗 放回宁王 欲加亲征 武宗生性荒唐 竟然真的因为 无法亲自抓住宁王 而愤怒 责令王阳明 放了宁王 武宗不懂事 王阳明却是明白人 他心里清楚 放走宁王 就是放虎归山 日后 必成大患 王阳明 若是个直来直去的政臣 必定会大发雷霆 不顾自己的身份地位 当场和皇帝较劲 这可不是圣贤 会做的事情 王阳明先是把自己的功劳 送给了太监张勇 后来又藏在寺庙中 俨然耳目 那张勇得到了好处 自然会为了自己的利益 拼命涡旋 王阳明因此逃过一劫 成大事者 当以大局为重 拿得起 放得下 王阳明虽然舍弃了 自己的功劳 却换得江山的安宁 这才是圣人 该有的大格局 当年老子被施成旗 侮辱为老鼠之后 也只是淡然一笑 说道 我如果有获得大道的实质 你骂我是猪 狗 老鼠 又有什么关系 我还是我 有大格局的人 眼中是更加广阔的天地 根本不会为了一个俗人 斤斤计较 之前在综艺节目 令人心动的Alpha中 清华学霸 何明哲一出场 就引发了不少争议 作为补位的实习生 何明哲到岗之后 一度表现于十足 第一次合作翻译文件 他就忽视其他队友的意见 自作主张地 充当领导的角色 各种辩论赛的总结和终辩 他都乐于担当 总是一副自信心满满的样子 可惜结果都是实力配不上野心 导致队伍最后失败 和导师打交道时 他也迫切地想要表现自己 第一次见面 就靠梁律师衣服好看 团建时又主动给丽律师敬酒 无非是想从其他赛道争先一步 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只不过他爱逞强的性格 却没能得到大家的喜欢 更多的时候 他都像一个局外人 尴尬地游离在团体之外 更糟糕的是 后来何明哲还被观众 扒出了简历造假的问题 清华学霸的人设 瞬间崩塌 有网友评论 原来他盛气凌人的背后 只不过是心虚 不难发现 生活中喜欢强出风头的人 内心都有着不为人质的自卑感 正是因为害怕被别人看穿 所以时时刻刻都想要逞强 《示弱的力量》一书中说 不敢示弱 是因为我们过分渴望认同感 不敢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不敢承认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 虽然伪装出强者的姿态 能让我们守住一丝虚假的自信 可是一个人只有接纳真实的自己 才能做到脚踏实地 只有认清自己的能力 凡事不逞强 才能行稳致远 示弱是一种修养 我们所熟知的民族英雄气急光 也有着自己的软肋 那就是他的夫人 有一天 气急光受够了别人说他拒内 竟然借着酒力 集结了军队 杀气腾腾地回到家中吓唬妻子 意图重振复刚 结果他看到妻子王室的一瞬间 顿时怒气全消 心中还升起了三分柔情 只见他将自己的宝剑 交到妻子手中 恭敬地说道 请夫人阅兵 此时的气急光 虽出在了气势上 却赢在了情场上 他的谦让和柔情 也换得了王室的真爱 王室不仅舍生忘死地 在战场上帮助丈夫 在生活中也是无微不至 他知道气急光很爱吃鱼 就将那些美味的鱼肉 都留给丈夫 自己只吃鱼头 保持强盛的气势 并不是人际交往的唯一原则 学会适当的示弱 才能增加你的人格魅力 真正的强者 早已学会在交往的过程中 将自我引去 采取更加温和的方式解决问题 正如新学大师王阳明所说的 乡下则得宜 乡上则损 在亲人和朋友之间 为了争一时长短 而互相伤害 是愚蠢的 有时候让自己弱一点 退一步 对方心里其实也明白 这种退让是出于爱 一个在外懦弱如绵羊 回家愤怒如恶狼的人 终究是不会有出息的 弱者易怒如虎 强者平静如水 懂得示弱 人生才会海阔天空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miniatu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